來接著58題 58題地融國是一個亞洲地區的國家 某日領導人在公開場來宣布 希望能在他領導下逐漸走向什麼 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 由市場決定價格機制 來有沒有看到有字發光了 市場決定價格機制 什麼是市場就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那建設統一開放 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也就是讓土地資本知識還有技術等生產要素交易市場化 避免政府干涉與介入的行為 那請問上面的敘述判斷地融國 要逐漸走向哪一種經濟制度 避免政府干預跟介入的行為 這叫做什麼 政府干涉與介入的行為叫做計劃經濟 所以計劃經濟是屬於什麼樣的國家 獨裁國家 而且你看這邊有寫領導人 領導人代表他之前應該是屬於什麼 共產國家甚至是封閉性的 還有軍事獨裁的國家 不是軍事獨裁 講錯了是軍主裝置的國家 那綠色經濟這個前面題目有講過嗎 這不可能 那統計經濟呢 統計經濟其實在這種裡面的題目來講 對於你們現在學校的課程無法了解 所以這邊我不多講 那他就是講什麼 市場決定價格嘛 所以是什麼 市場經濟 大部分的什麼國家都是市場經濟 大部分的國家只要是民主國家 都是資本主義社會 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經濟 好 以上是58題